游井 荣耀队 入场 准备开始了 两边的队员准备好 其实拔河很讲究这个最后一个人的 不能要蹲位就是重量 不是 而且他的实际上体重不是最重要 关键是你这个下肢的力量 重心嘛 我们说的 你像我们这个王者队的最后一棒是交给了运动员 最后荣耀队的 好像是给刺痛了吧 给了刺痛 对的 就是我们看到 韩迅这边的肯定下肢力量作为专业的运动员 职业运动员肯定很卯足的劲 但同样对于冲子哥来说 你说他选择了体重嘛 好像整得这么简直 对吧 你看一下这个荣耀队对吧 一眼就看出来 OK 准备3 2 1 开始 随着残满的哨响 两边刚开始了 我们看到王者队重心往后移的很稳 王者队 刚才看着 游泳队赢了 游泳队赢了 游泳队赢了一边倒的意思了 我们现在是这里反向发力了 反向发力了 谁要是拔河是 谁能用在你吗 能用在一起 就是一起把劲用在一根闪上 对 而且在同一时间 你看就大家都在喊口 1 2 3 王者队好像不行了 但好像他又行了 他行还是不行 我们看下王者队还在使劲 王者队好像 他这个脚啊 你看托米这个脚 他气浮不定 是啊 不凡 看下王者队要赢了 要赢了 看到王者队还有个礼物 礼物的一气猛了 然后获得了 王者队下来的冠军 恭喜王者队获得本轮比赛的胜利 开心 最后 快 感谢观看